大哥好,小弟救驾来时 有号的你上号 先跟我来做第一步 第一步组队 一个人造成五个人的假象 然后第二步,点击宠物,观看 第三步,点击宠物,观看 好吧,一个人拿出三个人的分量 人不够,人不够,大家稍微分散一点 大家人稍微分散一点 站上去,上面站几个人 这样场面太小,上人上人,往上面站 大王往上面站 乐乐小跟班往上上 上面上的人,胖,个矮的往上面上 往台阶上走 对,看哪个位置去,人就往哪定站 点快点,股爵要来了 我们必须一把给他拿捏到位 当神剧进入梦幻是什么体验 老王化身导演一招半猪吃虎 让散人玩家臣服 主角就是这个69级的散人玩家化身四 珠子国皇宫 寻找高手帮忙挑战飞行坐骑任务 老王进入队伍的时候 心中就写好了一副剧本 由于在挑战完百兽之王后 跟玩家私聊告诉老王下一关会很难 希望老王再找个帮手 谁料这正好给了老王装插的机会 于是就有了开头那一幕 兄弟们爱人呢 快点刷屏 刷屏 刷屏 场面太小了 大哥很没面吧 大哥好,小弟就家来职 这几个兄弟 你给那几个打字 比较辛苦的兄弟一人分点钱 这活这活就交给你了 等我一下呀 你回去 我还为何他们说 你们辛苦了呢 大哥好,小弟就家来职 在队屋里还刷 我实在没钱了 我就三百万了 队屋里要钱的找尊师宗造 兄弟们你们先别走 我说小弟就战 我说兄弟们辛苦了 可以退了 然后你们就都走 兄弟们辛苦了 散了吧 兄弟们散呀 散呀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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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场了 他 杀青 别他妈在这找存在 他都走 都现在从 从那个 从那个上面的人给我下来 往左边走 剩下的全是要演出位了 是吧 就不走 就不走 咱们走吧 响应直播间玩家登陆战号帮忙造势 营造自己是鱼岛的王 可以轻松号令诸侯的感觉 不知道这位玩家是有被吓到 还是一眼戳破假象 整个过程完全无动于衷 老王这波虽说失去了游戏笔 但却赚足了节目效果